上綜藝真人秀 体验荒野求生 挑战吃虫 是我冒险 气质女星张之宁 平了 其实对我来说 体能一点都不难 也是会有一些恐惧的点 但是对我来说 最难克服的反而是 吃那些东西的心理压力 到野外求生 只能抛开理智 虽然害怕 但还是要忍耐 然后在吃的时候 像蚯蚓那种 我根本就觉得 我没有办法 不太敢咬 就是 咬很像橡皮糖 然后就吞下去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 咬一咬就吞下去了 屈虫之势 光听就觉得浑身不对劲 但敬业的张军宁 还是硬着头皮 咬牙苦撑 精神令人相当敬佩 有苦全娱乐 太敬业了 台北报导 上综艺真人秀 体验荒野求生 挑战吃虫 是我冒险 气质女星张军宁平了 其实对我来说 体能一点都不难 就是 也是会有一些恐惧的点 但是对我来说 最难克服的反而是 吃那些东西的心理压力 到野外求生 只能抛开理智 虽然害怕 但还是要忍耐 然后在吃的时候 像蚯蚓那种 我根本就觉得 我没有办法 不太敢咬 所以就是 咬一咬很像橡皮糖 然后就吞下去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 咬一咬就吞下去了 屈宠之事 光听就觉得浑身不对劲 但敬业的张军宁 还是硬着头皮 咬牙苦撑 精神令人相当敬佩 有苦全娱乐 太敬业了 台北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